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的本行是北京大学法学院搞犯罪精神病学鉴定的 你想他就认为邱兴华没有精神病 他就是这么个观点 但是实际上我听说您是招生大王 说全国几乎每一个省市自治区都跑遍了 就去给北大去招生去 说什么难招的生 什么难招的地方您都能搞定 过奖了 没那么大能量 其实我们就是为北大服务 招生去宣传咨询 给考生提供一些指导性的意见 主要是做这个的 但是现在说招生大战 北大这种贵族 他还有大战吗 有 我们周边也有竞争对手 清华 清华离得最近 地理位置也近就隔一条马路 但是实际上在操作当中的两个学校友好竞争 这个要许以什么优惠条件吗 我们一般不许我们只是就跟他讲 你到北大来根据他的学习成绩可以保他的专业 另外一个我们主要还是根据学生的特点建议他你适合学什么 您不是说有过这样的学生 对 给我们讲讲 我们曾经就是1996年 国际奥林匹克物理竞赛 那年是在中国搞的 一共四个金牌 这四个金牌都是中国的学生 其中这四个里面有一个第一名 陕西的西北工业大学附中的 于海涛的小孩 长得白白净净的 黏乎乎的那么一个小男孩 考完了以后 我跟我们物理系一个教授 就问他上北大 他说不上 我要上清华学工 我说你学工就你这样 我说你干不了 你怎么知道 因为他做物理竞赛这些学生 他实验物理并不是很高 他的理论物理比较好 我们就说你适合学理论物理 他不听 我要学工 后来呢 后来他就被清华录了 录了以后 杨振宁接见他们 就问他小伙子你去哪了 他说我上清华学自动华 杨振宁说你该上北大 你怎么上清华了 他开始这样 他说我得上北大 就闹着要一定要转到北大来 大学怎么转 最后飞了很大机 经当时教育部的主管副部长批准 完了西北高原来附中 重新给他做了一份大案 这么到了北大来 我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我听着很惊讶 就是为什么大学不能转 大学因为它涉及到一个招生计划 一个课程安排 还有一个专业问题 转学的有很少很少 但是为什么呢 就是比如说像我在香港 就转学也不多 但是基本上也挺自由的 或者是我看海外的大学 美国因为转学是很很随便的一件事 它是那样的 因为美国它大学多 同层次的学校多 你要在咱们中国 同层次的学校并不多 另外本身教育资源有限 它的计划性很强 它还有一部分是靠政府拨款 你比如转一个学生过来 政府可能不增压拨款 这样 那有没有另一种机制 比如说像哈佛 像那种最顶端的那种美国的名校 他们都会有这么一种制度 就是你大二升大三的时候 它可能会刷掉一些 就有些人被刷掉 然后就有一些人是从别的学校 比如说他不是 你刚刚说层次嘛 他可能不同层次 比如说我本来在个二三流的大学念书 但是我是进了大学 我高考不怎么样 但是我上了大学之后 我的能力才充分发挥出来 我大学里面表现特别优异 这时候我想我是不是也该去北大试试呢 那这时候是不是有这种额度 这个目前中国没有 原因是我们的教育资源匮乏 不能满足学生的这种需求 我们中国现在是全国是全日制高等学校 就是国家纯日学历的官办的1370多所 我们每年考生是1000万 世界第一 我们现在在校生全国大学在校生3000万 世界第一 说着都吓人 这个呢 但是你跟美国比呢 美国现在有高等学校1万多所 大学经他六大学区教育认证委员会认证的 有3400多所 美国每年应届高 对美国每年应届高中毕业生140万 所有的他的毕业生都上大学 他的大学都招不上人了 哈佛一年可以一届本科 他就招1000人 我北大要招3000多人 就因为教育资源的问题 那我在问你 咱不跟美国比 咱不跟香港比 我是听说不是年年都争状元吗 说香港那边大学一年14万多港币的这个奖学金 今年那个考生 好像我看新闻说北大还说 他已经选了北大 不能再选择去香港了 最后这个北京这个状元 这个女孩 他最后还是被北大录了 他选择了北大 选择北大 我自己呢 我们一帮同学都不觉得香港的大学 有什么那么好 有什么那么了不起 那么后来呢 倒觉得奇怪了 为什么现在香港大学在内地变得那么红呢 后来我就发现呢 是有一些比较上面的东西在 这第一呢 就是刚刚孙老师讲的 就是这个课程的配置 我们基本上跟国际接轨 比如说讲学分制 香港是真的是学分制 就内地有些大学 他其实没办法做到真正的 完全的彻底 就是学分制 对 就学分制的话 你学生选择自由就大 那么就效果就不一样 那么第二呢 就是就像刚刚讲 没有政治课 没有政治课 没有那么多意识形态的东西 那么这个东西又牵连到另一点了 就基本上这学校挺自由 就比如说 像我的母校啊 中文大学是个老闹事的学校 这个 您去年去的时候 说不定就看到学生就在搞运动 搞什么运动 就是 也不止 就是抗议学校 在学校修一条马路 就学生静坐 把那条路封住了 就说不准修 为什么呢 因为修那条路要砍树 学生就搞了一个运动 叫保树立人运动 就是要保护那些树 结果后来学校要让步 就他很多这种很自由的 就学生自己搞的活动 我想这个就是 他比较有趣的一个地方 但你说做学术研究的话 坦白讲 我们自己并不觉得 就是会比大陆有优势 你除了少数几家大学 某几个系之外 但是大陆的研究型大学 就能让人放心吗 应该说现在在这种浮躁的大社会背景下 让人放心的不多 这是说实话 学术上有一些浮躁 管理上的浮躁 急功近利 你包括一些评价机制 每年SCI文章要多少 出多少东西 这些东西科研 它不是批量生产的 现在都量化 所以量化这种思维模式 实际上是把科学 把教育给毁掉了 不能这样子 那你觉得应该怎么样 应该你比如说 在现在这种情况 就不可能出现 十年磨一剑的东西出来 因为它提不上职称 它没有待遇 你每年都得出版 每年要出版 要有书 要有论文 实际上应该这样的 我们就扼杀了国家的一些 大的这些课题 应该怎么做呢 比如说作为研究性大学 还有国家的这些重要科学院 你就应该静下心来 安安心心的做一些大的科研 全校公关性的 比如说北大 全北大 就像当年 人工合成牛胰岛素一样 要整个一个大的一个协作 才能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成果 那么这种情况下 人事制度就应该跟学校的一些待遇 什么要脱节开 要分离 要不现在我听这课题组 都成圈钱的 这家伙怎么弄 所以你讲到的也有一个 就是说真正的素质 什么十年磨一剑 所以联系到他招生 咱就得说说高考 你知道他被很多人骂 因为好多人都骂高考 他独持偏见 也不叫偏见了 他独持意见 就是说要将高考进行到底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然后听听你的理 好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像您在长期招生过程中 那可是老师家长学生都见得多了 有什么特别触动你 让你有感慨的例子吗 有 这个学校之间的争 有时候这个让我们触动很大 我们就觉得这个 现在这个声援大战 争有 争的时候有 有些什么招 什么招都有 你跟我们说 有的学校为了争这些学生 这个做工作做到家里面 甚至把学生请到饭桌上来谈 都有 还有的学校通过给班主任送钱 给班主任 送钱 要班主任影响孩子 影响孩子 甚至还有这样的事情 有的学校把中学校长书记都请到一块吃顿饭 然后跟你谈一谈 这个早早的想办法拿到这个学生的 学校的年级的排行的名单 然后到那去圈学生 这个都有 做工作都要做到学生家里去 这样的情况都有 你知道我还听说那个就中学校长 给下边老师施加压力 就到处拉圈尖子学生 就估计高考能考好成绩的学生 拉来一个给多少钱 对 中学也是这样 因为这个实际上都跟我们这个体制 跟我们这个教育资源的匮乏有关系 因为中学他现在就有 现在你可能听说我高考移民 有一个好学生给我 埋在这儿 真是市场人口经济 什么都有 提前就把户口搬进来 三年以上 现在要求三年以上 所以就出这种情况 说到户口 有一点 我作为香港人很不懂的 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个高考计分呢 比如说大学收生 好像听说是每个地方你户口不一样 分数要求也不一样 为什么这个到今天还要这样 你说这个就是我想你是北大的 我想起来我去年见到过一个博客上的一篇文章 就斥责北大说什么呢 就说北大的这个北京级的学生 北京户口的学生说能占到百分之十几 是吗 然后呢 他就说你这个东西不公平 为什么不公平呢 地方大学是地方财政支持的吗 那么他多招一些本地的学生可以理解 但像北大这样的学校这是中央财政 等于说他说这叫全国纳税人的钱 那你凭什么对北京的学生就这么网开一面呢 这是不是网开一面 这个是呢 需要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这个大学办在北京 吃了北京人民的喝着北京人民的 一切都用了北京人民的 北京人民可能在表面上 不像其他省的地方大学 省财政直接拨款 但是北京人民给你北京大学的支持 什么支持呢 你包括最基本的副食品供应 现在的农贸市场的菜价很贵 大学如果完全市场化 我们的学生吃不起 我说这等于是为了这个要回馈北京是吧 可是可是我还是不懂就是你比如说像很多外国的大学啊 他们也会有这种情况 其实公立大学 比如说我是某个州 对 因为我在当地招的就多 我在当地招的就多 但他们用什么方法来调节呢 就是不是用城积的这个门栏不一样 因为城积门栏不一样 他们觉得有点不公平 他们宁愿用另一个方法 就是说你是本地生的话呢 我就给你收学费便宜一点 就让本地生学费便宜一点 外面的学生学费高一点 他用这样的一个方法来去去 这个在北京大学在咱们中国目前都做不到 为什么呢 你如果本地生便宜一点 外地生贵一点 这个学校里面的矛盾要远远大于多招几个学生的矛盾 你说他们讲那故事 所以就是这个 也是真的吗 说在建筑工地上 一个北京户口的工程师碰见一个民工 两商一打听当年高考的时候 这民工考的比这北京工程师高考分数还高 但是呢 没能上大学 这个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 我不是质疑北大那个做法 你刚刚的说法 比如说姑且我们就说好吧 那就是回馈北京市民 可是问题是现在就出现这情况 就一个北京的学生去武汉500多分能上武汉大学 武汉的孩子就未必上得了 这个问题出在哪了呢 出在北京的生员不愿意往外地走 他愿意留在北京 大城市 所以在北京的一些办学层次 并不是很高的大学的招分 却很高 那因为他们北京人不愿意出去 我们就得照顾他们 不是照顾他 这个就是各个学校计划的问题了 这就涉及到一个 大家都想抢北京的学生 这就是大家就要往北京 他为什么大学往北京投计划 对吧 那么这个问题就值得探讨了 对啊 因为各个大学他会认为我的学生招上来以后 根据他实践看 北京的学生的综合素质比较好 真的吗 教育条件比较好 是的 我去年在大学的就不能同意了 我觉得也不科学吧 孙老师 你如果说要招一个教育条件好 数值 综合素质好的学生 你不能就因为他是北京人 就觉得北京一定好 你应该用另一个方法 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 你现在其实我们除了高考之外 高考成绩基本达标之外 还要有别的方法 比如去面试学生 对不对 你还可以有一些别的综合的方法 去平和一个学生 他的综合值数 这个是这样的 各个学校可以自己设立 这个是这样的 就是说面试 现在只是限于少数人 对于多数人来说 高考分数是绝对的 因为中国考生太多 你要都去面试 面试不过来 我不否认这是现实 可是由于你假设了 把这个现实 其实不是很科学的 就等于说北京的学生的数值 一定比较好 这并不是一个很科学的想法 对不对 我们不怀疑 不排斥 大部分来自北京的学生 数值可能都很不错 但是由于现在 我把这个重点 不是放在这些数值本身 而是放在地域本身 放在北京 那么于是就会造成一个什么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这样 因为我们大家都认为 北京的学生综合数值比较好 我就留更多的名额 去招北京的学生 这么长期下去 这些学生 比如说他将来又回到北京了 那么北京注定永远 他的数值都要比别的地方好的 因为教育 是个整个国家的资源 再分配的一个问题 这个体制下来的话 你会造成就全国永远都是这几个地方 他们的人格数值一定是最高的 因为那些学生他都上了好大学 他们做了父母之后 他们孩子也 这个是您的一个推理 事实是什么呢 这种说永远呢 就是这就好孩去了 也不是国家采取其他的政策方式来调整 比如说一些计划 高校投放计划的时候 再要向一些省请节 比如说考生多的省 适当的增加 西部地区适当增加 适当增加 我发现他基本上是个肯定现状的 这么一个一派观点 不是说肯定现状 就是说现状高考制度 我认为当前是最合理的了 你看又说到这种 这又有一个问题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接着请你好好说说 高考怎么就合理 好的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好 现在你要宣说了 你像论战说高考没人性 我听见好多骂的 就是应试教育 培养应试教育的奴才 弄得咱们这有素质的孩子 选拔不出来 你还认为高考现在是吗 我想这个问题要从几个方面来说 第一个从制度本身 它是合理的可操作的 中国现实社会生活当中 高考是唯一的自上而下建立起来的一个良性的制度 你看中国的好制度都是自下而上建立起来的 只有高考 像农村联产承包人质 安徽农村搞定 非常的在现实环境 现实当中很公平 因为中国刚才说了考生又多 历史形成的教育资源又不充分 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 在这种情况下 通过考试来选拔人才 事实证明高考恢复30年 培养的人才绝对是多的 是优秀的多的 对吧 你没有比较啊 因为你现在只有是通过高考 你不用比啊 你其他方法怎么操作 你比如说你不考试 搞免试推荐 那么就后门成风 对 这是这是别无选择 现在这个 像有些人提出美国那边说是考几次 你要考几次成本太高 可是但是问题是在这儿啊 就是说这种高考啊 我不理解的地方就是 我认为考试是要有的啊 因为考试的确是公平的 因为你如果说讲那种很抽象的 什么学生素质啊 什么这种东西的话 你一来呢 总要有个衡量 对 一来他对很多穷学生是不公平的 对 因为很多穷苦孩子 对他来讲 他没有去面试的机会 他要读书考试是是是最最方便的事 你叫他去学什么钢琴啊 平常学一些课外活动啊什么 那就家庭根本负担不起 这个我我同意 可是问题是能不能够有一种弹性的方法 比如说像考SAT那种方法 就是比如说把考试缩减 成为几个核心 考几个核心能力的科目 不要考的那么全 考的那么多 比如说就只考几个最核心的东西就行了 然后呢 其他你的日常的知识那些 就能够看学校的成绩 让学校成绩 这个理想法状态 考的科目越少 学生的压力越大 实际上是 为什么呢 因为竞争的压力就大了 考的内容就那一点 现在高考一分可能差好几百人 那个时候一分可能就差上万人了 因为你考的内容少 你比如说我就全国就考一道题 全国就考一道题 这个时候可能所有的学生都停留在十五分上 你怎么办 他的观点是什么呢 就说高考是别无选择 是不是现在唯一合理的 但是呢 如何解决应试教育的问题 他认为考题就出题 题很重要 他就决定 这个是 你说这个就是说素质 考卷能不能考得出来 能考出来 通过考试考出来 我出题的 出的题的内容 就可以考出素质来 怎么讲 你比如说呢 从94年开始 全国高考考题开始变化 语文变化了 最大怎么变呢 离开语文书了 当时很多中学不适应 但是考到现在十来年了 效果怎么样呢 引导学生增大阅读量 阅读量增大了 怎么引导 我的考题 比如我不考语文书 我不限于课本上面的 教材上面的东西 我给你考其他的 你比如说我们永年自主招生考试 北大自主招生考试 我们就出了给学生出对联 这当年陈寅雀就主张什么国学 就学做对联 当时周祖摩先生考清华 陈寅雀学生出的题 孙行者让周祖摩接个下联 现在有两个版本 一个说他接的是祖冲之 对吧 对 一个接的是祖冲之 一个接的是胡适之 两个版本 但是实际上他接的都对 对吧 周祖摩先生就凭着仨字就上了清华了 那么你做了对联以后 据我了解 现在很多中学就给学生恶不对联 对联是中国国粹 你能把它对好就不容易 可是我的问题是在这 我不否定考试有它存在的价值 但是我认为与其在考试里面 想穷尽一个人的素质 考试以外的别的渠道 现在正在访 有限制的访 比如说现在呢 有这个自主招生 自主招生呢 就是除了比试以外 还要考虑到学生其他因素 你到时候